大家好,又回到白姐姐一心抗疫 Part 2 時間 來到第三節,繼續有我們的Dr. Albert為大家解開你很多情緒的問題 好了,我重複一下上一次的總結 上一次就說到我們被困的時候,我們都要積極生活去享受平淡 可能我們平時很富有的,就算我們在外面吃自助餐,我們未必會欣賞每一件食物 但今時今日,可能我們家裡有午餐肉和包蛋,都是非常欣賞的 以前說的用豬油拌飯都很棒,搭真下的味道 因為生活是繼續進行的,所以大家最重要是有積極的心態,不要放棄自己 不要不做,就算拿一張在家裡也要做運動 例如這樣說,這次我想問另一條問題,關於我們的選擇和恐懼 例如我們是,很多人,原來我訪問過,例如說笑,我訪問過一百個人 有些人覺得,我可能有暗病的嘛,所以我會建議不打針的 例如,有些人又覺得,打針好,因為很多人不打得真的有病的 我們打了又可以幫到他們,又未必會傳染給他們 所以很多的選擇和恐懼,應該是怎樣面對呢?壓力來的 最好就是有人幫你說,你做這件事一定沒事 但是,就算是醫生,專家都不能夠說這句話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體,每個人的構造,雖然很相似 但是所謂的腹底,或者沒有暗病之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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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是沒有人能夠担保的 好了,在心理當中,很有趣的 我們沒有選擇,我們很困擾 我們有很多選擇,也很困擾 有選擇困難症,是很困擾,兩者都是 但歸根到底,即是用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癌症病人,我真的見很多 每個禮拜都見的 你做西醫啊,還是用中醫呢? 還是兩種都用呢? 這個是要看資料了 我只能夠說就是,所有在醫療體系的人 就算是中醫都好 都會這樣去看 如果你用西藥,就麻煩你,不可以碰中藥 為什麼?因為你不可以有太多的藥 令到你的肝分化負擔太大 負擔太大的話,你就吃不到西藥 而癌症病人是慢的 即是你用中藥,幫不了你 大家都知道的,當然你可以選擇 人是完全你怎麼選擇 沒有人跟你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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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邏輯上來說,你不吃東西就會死 因為你沒有免疫的能力,是需要靠吃東西的 那你餓死癌症,即是餓死你自己 你死了,那什麼都不用搞 那這些是沒有證據的東西來的 不是一些認知可以接受的東西 我真的聽過病人這樣說的 好了,回到頭來問,你說選擇的東西 假針,全世界,你的Data有多大 當然,所有東西都會有少少的後遺症 即是大家聽到,這個可能會發燒,那個人就會痛 好了,你現在很多證據就說你沒有打針,小孩子都沒有打 而所有的證據都告訴你,你是死得很快的 沒有打針那班人 好了,那你打還是不打呢? 那很明顯,不等於沒有Risk 但是你不做的東西,一定有Risk 所以一定要看Data的東西 譬如說,大部份,醫生大部份 那當然一定有醫生說不要打的 一定有些人說不要做的 這個世界永遠都有反對檔的 但問題是,九成的人 或者不打針的人 有八成的人有問題 染了之後,就算你打了都可以染到的 但是你起碼不用先死 但是不等於你不死的 都有一兩個人死的 但是一百個人有九十個人死了 只有其中打針的人 打了針的人只有兩個 那你就比較了 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有一百分之一百的東西 除非你超越人有限的東西 這個是沒有東西可以擔保的 但是,你就要問自己 不過選擇就是這樣 沒有人可以擔保你一生一世的東西 很有趣的東西 有些人,癌症也很慘 但死不是癌症 是Omicron 那怎樣 那你處理了那樣東西 你才能夠跟癌症鬥爭 你都不需要鬥爭 你已經死了 那你選擇是哪樣東西 因為有病的人 就容易發出來 聽說 所有都是啦 你怎麼知道是怎樣 但是沒有病的人 大家都知道 那個選擇性是怎樣 有data 你說全世界 所有打針的人 和不打針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打針 但是你選擇不打針 你是不是困住自己 在那裡永遠不動 擔保自己永遠 拯不住 這個是選擇 我媽媽九十幾歲 她都有打 但她都選擇 停在家裡的 那這就是選擇 是不是有智慧的選擇 是想清楚的選擇 還是聽了講 聽了講 然後擔心死了 有後遺症 如果是小時候 風險 小時候是不打針的風險 那你選擇哪樣東西呢 這就是需要很清楚去想的事情 然後你聽太多人 你問的人 是醫生 在醫護上有知識的人 還是你聽一般的人 然後聽聽 我也聽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有些人說 打化療 有後遺症 當然一定有 但你的問題 你不做化療的話 你會走得很快 那你做哪樣東西才行 那這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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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選擇不等於是 講到一百分之一百 但是 誰是更加有證據的選擇 你就要問這個 沒有一樣東西 是幫你刪掉所有的風險 等於你打完針 你都可以有病的 但是 會減低了你生命的風險 那這個是重要的 當然有很多人說 不是喔 打了針兩針 一針兩針三針都會死的 但是你不知道 後面有沒有其他病 但是那個是 小一點的 statistic 那你就要問 要不然你就會 聽要講 聽要講 就會很煽情地 去做一些 不是一個很有智慧的選擇 其實我們選擇之中 都有很多數據 可以給大家參考 這個數據 可以是用全世界 去衡量的 那你的數字 就更加被肯定了 而在風險之中 你要看風險 打完之後的 好防疫的機率 看看哪個比重大一點 我講一般健康的人 當然我也有些病人 他們是選擇不做的 或者有些醫生 告訴他們 不行 因為你有敏感 有抗藥 有支柱的事情 都建議他們不要做 但那是少數之中的少數 就是很小的數 但我也有很多病人去打 但是現在疫情非常嚴重 也是強制性 逼大家去打的時候 那是否更好 我們需要去選擇 即是現在不用選擇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你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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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不能夠擔保 是被強制當中 一些少數的 仍然有事 那也是 但是 你仍然可以說 我不打 你仍然說 我躲在家裡永遠不出來 但是之後是怎樣 那這個 這個 真是需要問自己 尤其是大人 尤其是小孩子 是不能選擇的 是爸爸媽媽做這個決定 你能不能夠承擔這個風險 是 那這個是你 兩者 你怎樣選擇都好 你都要問 我能不能夠承擔這個 沒錯 所以 最終決定的 都是你們自己 但是你們可以憑數字 令到自己是比較平心些去選 這樣就會安心些 是啊 可以這樣說 還有大家有信仰的朋友 就可以 即是 即是 也好 那下一集 我們再問一下 Doctor 其他關於情緒病的問題 謝謝 pizz comics 廢人 我們 那頃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